很多的画手很羡慕说大棚里面养花怎么怎么地 我说那你也做一个 你看我身后我自己也用一些木条 然后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模拟的一个温室大棚 像这种的话 大家都有条件 塑料布啊一些个 塑料布啊一些个竹竿啊木条都有这种条件的 找点钉子或者什么的 自己稍微弄一弄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东西 给花带来的一个好处 给你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吧 首先呢咱们自己做一个大棚的话 第一步要有一个空间感 你也可以做小一点的 你给一盆花做一个小小的 这个总可以吧 它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一个是保温 还有一个是保湿 就像咱们人的一个皮肤一样 你总是干燥啊裂啊 你像好多的植物也是 尤其是阔业类的 动不动叶子下垂了 你弄个这种东西 你给它起到一个保湿保温的作用 它晚上的时候不容易感冒 它不容易脱水 这植物为它养的能不挖晒吗 那么上面呢 我是给大家留了一个天窗 这个天窗的话呢 在白天的时候 就是光照比较充足的时候 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 你可以打开 一个是为了散热 再一个呢 就是为了让它呼吸一下 你可以这样都打开一下 对吧 就这种感觉 把这个门也可以给它打开 对吧 这样的话它会很通透 这样增加了它的一个透气性 很多话就总是说 你们大棚里面是怎么透气的 我们大棚里面也是有天窗 所以你给这个 你也是背一个天窗起来 这样 那之后呢大家有条件的话呢 可以往里面挂一个温湿度计啊 每天去监控一下湿度 很多话问我 呃养花的湿度怎么怎么的 湿度呢肯定是越高越好 如果说你湿度不够的话 你也可以往里面放个加湿器 这个完全没问题的 这里面越潮湿越好 不过呢 你等到白天光照好的时候 你再像刚才咱们说的 打开让它呼吸一下 那不就完了吗 植物呢相对来说啊 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 湿度也要相对来说比较高 就跟人一样 你在沙哈拉沙漠里面 如果说四十多度 很干燥 你会容易脱水 那么呢 你在桑拿房里面四十多度 甚至说快到五十度了 那你也不脱水啊 对吧 那因为空气湿漏是很OK的 所以说你也要简单的了解这个事 这就是大朋友 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福音 当然了在夏季的时候呢 在养一些植物的时候 你可以上面再打一层折氧网 用来折音 就会起到一个更不错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在这个视频下方呢 你们先点一下收藏 之后呢 你们自己做好了大棚呢 咱们来评论区里面 一角高下 最后呢 我会给大家 就是 共同的分享一下 大家动手 制作大棚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 咱们共同评选一个最优秀的 我给他送一份小小的礼物 怎么样呢 好了 这就是 自己在家里面养花 用到大棚的一些个 简单的一个使用技巧 嗯 也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当然了 有更多更好玩的一个养花知识 我会不断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我吃了花一 让我去这一眼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了